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那圖鋪是研發科的研發工程師 那就是今天要來幫我們介紹 他們有一個主編 然後我們都把那個 叫他Screen 要放在上面 那我們就 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現在就不錄 因為剛剛有稍微介紹 所以我就先跳過去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就是 我目前在研發科的研發科的研發工程師 那我在工作上面很常 就是使用叫法序去寫一些 比如說一些引用或是一些Web 或是一些像在晶片上面的一些應用這樣子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簡體就是 因為我非常非常喜歡叫法序 那我在就是工作上面很常用到的應用 其實幾次針對IOT就是霧岩碗的這個情境 去做一個就是研究 那我自己發現到就是 JobarGree有這個社群啊 其實有很多就是很棒的地方是 在霧岩碗的情境是非常好用 比如說像寫JobarGree的人都很習慣 就使用那個世間驅動的方式 還有一些比如說像是 因為互聯網嘛 是所謂的互聯網 所以會很多這些情境都是 比如說你的device要對Internet發一個request 那這樣那個request 如果你是單純去用C去寫的話 要處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其實JobarGree 其實在這個社群的人本身就很習慣的 主要等檔blocking跟Async這種設計模式 那還有一個很大一個部分是 因為現在很多就是 你對比如說你發一個httprequest 他可能server response的格式 大部分都是使用json的格式 那JobarGree其實在json的part 本身就是為他而設計的 所以我相信這個社群呢 也是非常非常習慣 那還有一些就是說 JobarGree的device 如果你要拿來做一些 比如說教育上的一些教學 其實我發現到就是因為JobarGree 本身是一個弱形別語言 所以其實在教育上面 是非常好上手的一個部分 那最後一個其實就是 最大一個關鍵就是 JobarGree這個社群在全球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們不需要自己去寫一些 自己的一些應用 就可以去補給一些JobarGree的一些 現有的一些套件 好那我先稍微簡單 再介紹一下 其實很多物園網的就是應用場景 以我們公司的晶片 最常的應用場景 是用在家庭的這種應用場景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買了很多智慧家具 比如說智慧台燈、智慧冷氣 那這個東西呢 通常在這個場景之下 因為他們去走Wi-Fi的模式嘛 所以中間在家裡的部分 會有一個就是Wi-Fi的Router 來當作一個叫做Gateway的一個轉介站 然後這個Gateway會去把 就是可能你家裡的一些控制的部分 或是Data的部分 暫傳到我們的雲軟上面 那因為我在聯發科 我這邊的Team呢 我們是專心是做 原本是專心做MCS Cloud的部分 那去年年底的部分 我們有推出一個就是 那個7688的部分 那那個7688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這邊不會特別去介紹 因為這個其實788這個社群 在台灣其實還蠻常見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一直到今年年初啊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好像就是 我們這位Team 好像少了一個就是 關於就是中端Delight時的部分 的一些就是 比如說用JS去寫一些 應用的一些部分 那很多人可能會很好奇就是說 那所謂的在左邊的這種MCU 跟在右邊的MCU啊 這種在對於使用者的體驗上面呢 其實他們的最大差異在哪裡 我先稍微就是 做一個情境的說明 就是說 右邊那個7688呢 大家可以想像喔 這個東西只要求你開機 一直到它可以連上網的時間 可能就是要一分鐘左右 因為它本身是跑一個DNA 所以它可能就是 會相對一些就是 你要去執行一些 比較heavy的一些程式 可是呢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就是說 如果你們今天是去買一個智慧台燈 或是智慧冷氣的時候 或是一個就是 在你身邊一些周遭一些霧煙網專制 你要當你要插電 你要等一分鐘 或是兩分鐘 它才可以連網 這個是對於一個使用者體驗 是非常非常差的 所以其實在市面上啊 現在很多這種中端的專制 都是使用MCU 就是使用Lulotone OS 那Lulotone OS這個東西的好處是在哪裡 就是說 當你插電 可能只要五秒之內 它的裝置就會連上網路 OK 好 那這是基於體驗上的差異 那我們公司其實在今年 年中的時候 就有推出 針對這種應用場景 而且還是WiFi 物言網的應用場景 去推出一個叫做MTCO87的這個晶片 那我先稍微介紹一下就是說 這個晶片它其實它本身是 跑一顆MCU 是Cortex M4的MCU 然後它的OS也屬於Lulotone OS 那有個很大的關鍵是 它的RAP只有256KB 所以跟你們平常很多 下級的JS人 所熟悉的 比如說像是WiFi 或是像是我們的 7588來看的話 因為他們可能Memory 都是可以幾GB 或是幾百MB以上 可是當這種 至於終端的DX的時候 它就只有256K的RAM 而且甚至是它裡面的Fresh 就只有2MF OK 那 因為我今年 年中的時候 我就開始再去砂底 說我們怎麼去把 焦發區域這個音菌 可以 跑在這個MCU上面 那時候我就開始就是 覺得非常新奇 可是發現到一些困難重重的部分 OK 那我先稍微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 都是有用過NodeJS OK 那用NodeJS 其實NodeJS的現況 就是 NodeJS實際裡面 分成了很多很多的部分 比如說V80 還有WUB 還有一些 就是主於NPM的部分 我指的是說 在執行的時候 那就是在執行的時候 你可能打一個 NodeApp.js 它其實背後跑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比如說 它去跑了一些 針對你的Packy JS裡面的一些東西 去做一個Puzzle 然後甚至是把你有一些 需要輪到 丟到Memo與Cash的地方 去把它弄起來 OK 那不管怎樣 就是說 以平均來看 NodeJS 它其實 基本的 基礎的環境 比如說 像一些Brace 就至少要10幾MB 那你至少要給我10MB 以下 OK 那甚至是它底層 如果跑的OS 就屬於比較Heavy的 比如說 GDNet 或是OpenWRT 這種東西 那這種東西 其實在 NodeJS跑到 遷入式的開放板上面 我們去年就是 針對這個去做 CO88的部分 OK 那我們回頭 回頭來講就是說 那以CO87這種LineWay的MCU 我們要怎麼去 讓它跑出一些JS的應用呢 OK 那其實這個議題 就跟我們現在很多寫描劇的人 就是 現在很多寫描劇的人都知道嘛 寫描劇 不是只有跑在SERVER上面 它可以跑在所謂的 比如說 REANNATIVE 就是你的手機的NATIVE APP 或是說一些 一些比較跨平台的一些 一些Device 那 這部分 其實 以LineWay焦發距 Engine 在MCU上 這種技術趨勢呢 其實世界各地 已經行之有年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其實以Community 最早最早 比較正行的就是 這種LineWay JS Engine 是叫做TinyJS 那這個Project呢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第一個 嘗試跑在 STM32 這種MCU晶片上面的JS Engine 然後寫這個呢 一開始 它其實是一個高總神 然後它這個 它其實只是 大概就是 因為喜歡JS 所以好玩 所以自己去寫一個 200行左右的 interpreter 然後它這個Project 因為 比如說有一些大公司 比如說像Google Google它其實也蠻早就注意到這種項目 就是跑在MCU上面 這種項目的發展 所以他們其實有一起合作 出一個Project 叫做Expluno 我不曉得在座各位有沒有聽過 這個Expluno 因為Expluno這個東西是 幾乎你如果是玩過千入式開發版 而且你又希望能夠JS 跑在上面的話 通常就會聽過這個Project OK 那這個Project其實 以簡單的一個分析來看的話 像這種東西 它其實引擎的設計 只是邊PASS邊解析 正式裡面都沒有像那個 NoteJS那樣 構成所謂的ASD的一個架構 OK 那這個Project呢 我認為啊 就是說 因為它的這個interpreter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高中正電器用 所以它其實裡面 以現代的角度 其實裡面用的一些 比如說 比如說設計模式 其實我認為是 就是 參考用的 對就是只是一個非常淺的一個 一個 一個Project 但是它這個Project 一段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就是 它 有嘗試把一些 我們寫JS community的一些新的技術 帶到千入式開發版 怎麼說呢 在那個時候 就是四年前 四年前其實是Chrome 才剛推廣那個什麼 Chrome app 就是Chrome的那個 潛入式的那個 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 Chrome的套件 OK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 其實啊 這個高中正 就是這個 這個Google這個團隊呢 他們就是 嘗試是 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們過去啊 除了寫JS以外 就是一般寫C的一個 就是開發環境 我們通常在寫C的開發環境 可能會遇到比如說 MTK 我們聯發科 我們聯發科就預設客戶 大部分都是Windows 而已 所以我們聯發科 主要推出了一些工作 就是你在寫一些 Compile的一些環境 或是 Eclipse 那一些就是 比如說一些 相關的托托券 我們都只有去 包成Windows的版本 OK 那這個 他們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 Chrome的那個 他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是希望 就是說 只要你的電腦能夠打 就是 安裝得了 Chrome 就可以在上面去開發你的APP 也就是說 只要你的電腦 只要能夠裝得起 Chrome 就可以做跨平台的需求 OK 那這個 這個團隊 他們就嘗試了 把這件事情 給 就是去做一個 就是WebID 那這個WebID 就是基於 這個Chrome Utention App去做 可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們專機第一個就是 因為 Chrome Ettention App 他們有開放一些 全線 比如說 他們可以讓你去開 就是 你的 User的 電腦裡面的 USB的 C Word Port 的一些全線 給這個APP的開發展 所以也就是說 基本上 你只要在他的 那個WebID上面去 開發你想要的一些東西 然後再按一下 你所謂的Compile 比如說一個Image 然後那個Image 就可以透過 統一的 就是這種 C Word Port的平台 就燒到你的 你的 你的開發板上面去 OK 那基於這樣的一個 就是開發模式 其實很多我們的 相關的競爭對手 比如說Microchip TI 甚至是MBAT 因為MBAT 最近有出一個 MBAT Cloud 他們也是 用這個方式去 擴廠他們的WebID OK 好 那這個是基於 就是TinyJSky 跟Explenor的部分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 其實這個專案 在過不久 開始 比如說美國 有一群人 就開始要去思考 他對於這個 這個 這個項目 其實他們有興趣 但是他們那時候 就發現到 就是說 好像自己去寫 一個JS 的Interpreter 效能 比較沒那麼好 而且他們本身 又有一個 就是 比較強順 在所謂的Rub RBM上面 所以 這個 所以就是推出一個 叫做Tesl 這個滑捲 Tesl 這個滑捲 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它這個東西 就是你一樣 寫JS的介面 可是呢 它是在你的電腦上面 透過可能 RBM的方式 去 在你的電腦上面 轉成所謂的Bicode 然後這個Bicode 你再把它給 再把它給燒進你的 地板上面 去跑它的軟桃 可是呢 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Rub RBM JS透過Rub RBM 轉成Bicode 這個過程 其實有很多 很多的API 是那個團隊自乾 因為 在那個年代 是還沒有太多 這種就是 把JS 嘗試 在其他的語言 上面的一個 所以 他們那時候自己也覺得很累 等我一下 其實這個項目 其實用這個方法 其實Rub了一年多 他們也發現到自己的resource 就是也相當的有限 所以他們其實這個專案的二代 他們就放棄了這些方法 OK 這次是他們二代 也是使用我們 像我們CO88那樣 比較powerful的MPU 來去做他們的二代 OK 那這個是簡單一個參考 OK 但是 我必須就說一下 就是 因為TESOL跟Xpuno的一個 就是在設計上的貢獻 所以他其實也讓我們這種 就是所謂的晶片大廠 也看到這樣一個市場 所以因此在2012年 比如說像是高通 著屬的O-SYN聯盟 他們有針對就是 這個就是Lineway JS Engine MCU這個議題去推出一個架構 就是O-JS 那他其實這一包 它其實底層 使用DuckTap這個音訊去做 這個等下我會介紹 OK 那Senton同時也有推出一個叫做IoT.js 它的音訊就是基於JS 這個音訊去做 OK 但是這個時候我必須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 其實2012年有遇到一件事 就是說 那個時候的Wi-Fi加MCU這個市場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改變 就是說有一間廠商叫做ESP 就是所謂的熱情 我相信在台灣很多團隊 最近應該都有玩過 就是ESP8266這個開發版 那這個開發版呢 他們其實在那個時候 他們為什麼會引起很大的迴響 是因為 他們是世界上第一個 推出最便宜的一個Wi-Fi模組 只有五塊美金 那基於這樣的部分 因為價錢非常非常便宜 而且其實自己的Software也做得蠻好 所以它其實在社群上面有發揮了 就是還蠻大的一個就是推廣力 那可是ESP8267本身是顯露啊 所以開始就有一些JS的community 有嘗試把我剛剛講的 Expuno 或是自己去做一個新的JS Lineway的JS英訊 像BG 給Porting在上面去 OK 好 那我先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 像剛剛講的 AllJoin高通他們的部分 就是說 這個project其實最常的部分 大家只要記得 因為高通是一個 他們的那個聯盟所主打的就是 所謂的Sensor Module 那所以他們在這一個的搶項 就是把這些Sensor Module 給包成JS 去跑在所謂的Lineway JS Engine上面 OK 那這一個project其實 他們所使用的Darttap 這個JS Engine 其實就是有幾個還蠻特別的地方就是 因為早期 我剛剛所強調的那個 比如說Expuno 或是所謂的TESOL 他們所使用的 雖然都可以用JS去寫一些 就是遷徒師開發板的東西 可是 他們所使用的JS的語法 都已經非常非常雜軟 OK 甚至是沒有標準 那Darttap這個JS Engine 它第一個提出用 我們現在比較常見的 比如說ES5 甚至是現在的ES 給我的JS的規範 給放進這個JS Engine裡面 而且它是當時候 目前是最低 就是說 你最基礎的需求 只要是96KB以上的噸 就可以跑到燉湯 對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地方是 因為高通有很多很多晶片 所以他們也很強調 是說 希望讓他們晶片 能夠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統一的一個 比如說Build Tour的機制 所以他們有嘗試 就是去把它給放進去 OK 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說 當時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高通聯盟所主打的一些MCU 都已經屬於自己 單科的MCU 不像現在都是WiFi加MCU 就是Cortage M 這種核心 可以做成一個SOC 所以呢 他們當時的時空配型 就是 更低的RAM 或是更低的Flash 不是這個JS引擎的設計 所以其實我後來在Porting 我們的7-877上面的時候 其實也有遇到一些 一些難題這樣子 好 OK 那這個就是SmartJS 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 基於就是 我剛剛講的 ESP-866這個 開發盤所做的一個 音訣 OK 好 那 我現在強調就是 現在所有講的就是 神眾推出的這個IoT.JS 然後它是使用JSV這個音訣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神眾的這個Project 其實已經在 就是 兩年前就開始發表 那他們在發表的同時 其實神眾其實內部 也有去出一個就是 基於MCU加WiFi的 這種SOC的手錄選 所以他們呢 就是 這個Project 就是針對他們那些 系列的產品去做 但是還是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還是有一個一樣的部分就是說 這些不管是這些 JS的音訣 挑戰MCU的 的滑解 他們目前都有一個 就是共同點 就是 他們這些JS的音訣 沒有像 NoteJS啊 就是有所謂的JIT的部分 政治也沒有 AAC的部分 政治是 一開始都是 直接都是 處理成BiCo的部分 然後再丟進 自己的BM 去做一些處理 比如說 以JVCU的這個音訣 它的 設計也講就是 它一開始一樣 最左邊一樣 還是產生出所謂的BiCo 然後丟到 再針對這個BiCo去做一些優化 然後再丟到你的BM的Run Count裡面去處理 甚至是 他們有強調一些 就是一些設計去說 比如說 像我們寫物言網專制嘛 最常遇到一個情境就是 我可能就是發一個HTB Request 然後對方Response給我一個Json 這個Json呢 通常啊 這個Stream 對於MCU 來講 記憶體來講 其實也非常佔空間 所以其實JSW在這個音訣 他們就有針對這個情境 這個Stream的情境 去做各種各種的效能上的優化 甚至是 有一些Stream是這樣子 就是 你在寫Core的部分 比如說你寫一些JS的語法 那一些JS語法 有一些比較常見的 比如說一些Stream的單字 甚至是像什麼 Argument 像是Evil 像是Prototype 他們有針對設計一個 就是MagicStream這個Table 去幫助它在進 寫Compile成 所謂的Bipore的部分 會有一個就是 比較好 就是比較整空間的一個設計 OK 那其實以上這些JSW的Engine 因為我這場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講的比較快 但是我實際上 我針對每一個JSW的Engine 我都有嘗試去把它Protting到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產品上面 那我現在有稍微去做一個Table 就是一個比較圖 就像你講一講 OK 那這個比較圖 其實我在Protting完的時候 我開始在想一些事情 就是說 因為 我今天 我今天是要去做一個 就是 希望大家都能夠 在我們的產品上面 用JS寫 自己的JS Application 所以 有一些部分 我必須要去做一些 選擇比較好的開源方式 那剛剛講的一個 比如說 V7這個Engine 因為它目前來者 也是屬於GPL 那甚至是 它有一些就是 因為那時候 現在當然現在V7 Engine的 ECMA5的規範比較好一點 但是它早期的一個 ECMA5的規範 也比較像是 比較鬆展的一個設計 所以當時也 也並不照我的 就是 考慮之內 所以我們第一筆 我就先把V7先化掉 OK 那第二個就是 我開始要去考慮說 所謂的Dart Tape 跟JSuber的部分 那其中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是 因為我的開發板 這部分呢 我們MCU的RAM 只有256K 所以我一定要去選擇 就是說 我今天執行一段JS 它有可能會耗掉 最少的Memory的一個 手錄選 那這三調期 其實JSuber這個Engine 也是相對比較 就是 比較符合我的需求的部分 所以呢 我目前啊 就是針對JSuber這個 Engine 去做了一個 Project 欸 對不起 我目前就針對 我當時就選擇 JSuber這個 Engine 去做我的一個 就是 我的Project的一個 基礎的一個 研診 但是我後來想 想了一些事情 就是說 因為啊 目前啊 很多就是在MCU開發的一些環境 我講的環境 就是說 就是你今天不要管 今天去寫JS 你去寫C 寫C 寫C的環境呢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都是我們必須要去解決的 比如說 像MCU的Bu2 比如說MTK自己的Bu2 跟比如說 Embed的Bu2 甚至是跟 高通 TI的 各家 每家環境都不一樣 而且還甚至於說 有一些 debug或是download code的環境 各家不一樣 debug code的意思是說 就是 我今天在開發這個 MCU的板子 我今天想要就是 可能去有一些 比如說 類似print一些自串 可以讓我的電腦 在那邊去做一些 就是自串的一些 debug的呈現 那download code的話 這部分就比較簡單 就是說 我今天在電腦上 build好一包一命局 之後 把它搜進去 這個開發板上面 這個過程 其實這個過程 在各家都不一樣 而且它有一個很 我認為是一個 非常非常 麻煩的問題就是說 各家都有出各家的SDK 可是這個家 各家的SDK 每家的license問題 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 this country build 這個規範 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說 我今天可能拿 MTK的SDK 可是我在上面 去做一些修改 就比如說 我在上面 針對比如說 Middleware 或是一些 Hail層 或是一些Driver層 去做一些修改的時候 我沒辦法把我的code 放在 Kithub上面 因為我們的規範 就是說 你就是不能拿 你修改的code 丟到外面去 OK 那這個license的問題 其實不是只有 我們有世界 每一個 幾乎每個MCU 都是有這樣一個問題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目前 很多寫 MCU的project 都沒有一個 當年比較好的 sharingproject 標準 比如說 sharingproject 就是說 我可以很輕而易舉的 可以分享給我朋友 然後讓我的朋友 直接在這個project上面 view出 很快速的view出 同一個環境 然後再騷進 MCU的一個 開發板裡面 這樣子 OK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因為寫JS 我目前 很多人都會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你有一些JS的API 你怎麼確保 就是說 JS的API 能夠跟 效能能夠接近C呢 這部分 我等一下 我會去做一個分享 OK 那MCU 大部分都就是 RTOS 就66tmOS 那很多很多 66tmOS 都本身都沒有 一個 就是file系統的設計 OK 好 那這部分呢 我就針對 這樣以上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 剛剛JS的音舉 甚至是 就是我們這個 這片就是 MT-7087 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境 我把它去做出一個 開源專案 叫做MicroLatish JS這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想要真正 讓這個專案去變成 針對IoT device 界的 NodeJS 而且 第二個就是 它的JS的效能 會接近C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關鍵是 因為我們所謂的 NodeJS 裡面有包含 其實在啟動的時候 其實有啟動了很多很多 有一些東西 其實它還蠻肥大 比如說 像我今天旅開了 Firesheet 就是FS 剛剛那個FS 那一包嗎 其實就有包含了 所謂的 比如說 Watchby 或是一些 readby 或是一些什麼 寫一些 寫一些檔案的一些API 其實這些API 對於 你今天要把這些 用不到的API 全部都篩進 所謂的MCU的 這個device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這個 Microletus 其實我在裡面 不管你是任何一個Tool 或是你任何一個Module 甚至是 這個 你都可以輕而易舉的去 抽換成你想要的東西 甚至是它還會去偵測 你贊成所用的API 然後讓你下面的比如說 Module只有針對 你所使用的API的部分 去build進這個image裡面 OK 好 好 好 那還有一個 我以側面圖來看 以NodeJS一個平台 相較來看的話 就是說 NodeJS 我們 目前 對比的是NPM 然後在接下來 是V8的音訊 接下來還有一個 所謂的NagUV 這兩隻JS班底 但是我 我這邊要強調一下 就是說 NagUV這個東西 在NodeJS裡面 是專門在處理所謂的 不管是地步啦 或是一些 試驗驅動 或是一些 OS相關的操作 那這部分呢 我有發現到一些事情 就是說 其實很多 V8的一些 基本的Native API 都可以做到 LagUV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 這個MicroDatish 我針對 就是LagUV這塊 我這時間 就是使用 RTOS API的部分 OK 那所以 以一個MicroDatish 架構的剖面圖來看 就是說你底層 你也可以選擇 比如說 VRTOS 甚至是其他的 一些LagUV的OS 然後你的音訣 你也可以去選用一些 就是其他的 LagUV的JS音訣 然後再上層 就是一個 統一的 MicroDatish JS的這個 interface OK 那你MicroDatish JS這個部分呢 其實在 仔細的 剖開來看的話 就是說 它裡面 比如說你之前 修用JS Group 這個音訣的話 我就繼續針對 JS Group的一個版底 還有一些 就如我剛剛講的 就是針對 LagUV的部分 那我是使用 RTOS的版底 去處理所謂的 E部跟 Numblocking 或是一些 事件驅動的部分 那中間的部分 很多Network 或是Event 或是Io的操作 我就把它分成了很多 就是 MicroDatish Plocking 讓User可以 繼續單純 在開發的過程 使用NPM 以後 那個Mio的Plocking 就可以把它的Build進來 OK 那使用者 就可以專心在上面 去開發 它的MicroDatish 那很多人會問說 那現在 現有一些NPM的套件 可以把它弄進來嗎 當然可以 就是 我把它放在 右邊的部分 就是說 那個灰色的部分 就是說 你可以以呼籲任何一個 NPM的Margin 進來 OK 那 目前 因為我們公司 去針對 RTOS 這個SDK 我們有推出 7687 2523 7697 這些晶片 目前我們都會去做一個 就是演進 OK 那 很多 就是 回到剛剛的問題 就是說 有一些問題是 我想要在這個專案去解決 那這些解決方向 比如說 第一點或第二點 我是參考 就是 像是Embed的方式 就是說 製作所謂的MicroLatish CLI 來客製化你的 所謂的 就是解決你這些 ViewTor或是 DownloadCode的不一樣的問題 比如說 像是你有一些CLI 像是MLQA NLopen 或是ML Debug 這些都是透過標準的方式去做 那 如果你是一些 比如說特製化 比如說你自己產商出一個晶片 你想要在MicroLatish上面 去使用你一些特製化的一些 CAMILA的話 那也可以就是像我這一樣 就是說 是參考MTC 或巴西的做法 就是設計你自己的 就是所需要的一個指令裡面 OK 那我先簡單來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有 對於一個JS開發者而言 有很多這種 就是屬於 我們這種 去牽入式開發者的一些 所謂的know-how 其實很多JS開發者都 完全可能沒有這方面的背景 或是也不了解這方面的背景 但是沒有關係 我有針對就是 JS開發者所熟悉的指令 比如說npm run build 這個指令其實就幫你做好 這所有所有的事情 我等一下可以做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demo 我先做一個非常簡單的demo 就是 MicroLatish的demo 我今天 因為我剛剛已經先create好一個 就是MicroLatish的一個project 叫做Costcard 好 那這個Costcard 其實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它其實裡面的結構 就是跟我們一般寫nodeJS的APP一樣 那你在寫JS的語言上面 其實就是在這個index.js裡面 那我現在是先做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先在我的板子上面 只要補印的單純一個Hardle Costcard Costcard 2016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就只要針對就是 我就只要針對npm run build 這件事情 這個指令輸入下去之後 它就會去做比如說 View call View注意報image之後 然後再把你的image download在你的開發板上面 所以你們就有看到 就是開發板上面 就開始接收這個image OK 好 然後接收完image之後呢 要稍等一下 因為它這個download後的時間 會比較久 OK 那接收完image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說 我今天把它的debug mode 打開來之後 大家可以 我重新取代 它就可以看到我剛剛所顯示的 HelloCostcard 2016這個指傳 所以其實 很多寫JS的開發者 其實根本不需要去理解 是說 我裡面的這些 比如GCCR 或許裡面的一些debug OpenOCD 要怎麼去開 OK 好 那它有一個比較好玩的一個例如 就是 因為剛剛大家有發現到 我download後在我的device上面 其實要花很大的時間 比如說快30秒 那其實JS開發者就是 都很奇怪 一個就是 你今天在你右邊寫一個JS 然後你的WOW者 就會自動去做一個變化 那其實這部分呢 我有針對它 去做一個 device版的live reload 也就是說 你今天只要去 變 在device上面 變更你的JS 它就可以去重啟一個frontal 去重新快速refresh出來 OK 不好意思 好 OK 好 那拉層主的問題呢 這部分問題是 這樣就是說 其實拉層主 來自動的問題 不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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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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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